這個節目不可以送給您的支持者 別得亂走 好少喔 好亂喔 大家好 我們是 教本書所 這禮拜二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什麼 今天要講的是 日本留學如何考外交官 就是如果你去日本留學的人 你想要考外交官 那外交官我們現在聊聊 外語系很多的一個終點 我們只能說它是一個比較大密的 沒錯 就是考外交官 外交官有多難考啊 那可應該入學率極低吧 極低啊 超低的啊 好像今年還去年吧 才開兩個外交官去 哇哦 500多關去考 我覺得那你知道主上要燒香 燒 為什麼要燒香 因為它只有兩個名額 對 兩個名額 而且都是某一個補習班出來 對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耶 我覺得今天也真的是太大了 我覺得那補習班超扯的 44個所有語言的外交官喔 台灣去年的所有外交官 44個入取語言 42個他的 我都心動了 我都心動了 要不是我有點爛 我都心動了 好 那麼來聊聊 如果你留學回來 日文很好 翻譯絕對不是你的終點 沒錯 終點就是外交官 那我們今天聊聊 外交官有哪幾種 有哪幾種單位在搜 不要說外交官 外交官是一種公職 職位 一種公職 一種公務人員的身份 哪一些單位會說 外交人員 第一個是呢 政府人員不是有外交官 第一個是政府的 那種外交特殼 很難很難 第二個是什麼 住日單位嗎 住日單位啊 台灣在那個什麼 那個大阪啊 哪邊的住 住外單位 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是什麼 什麼在台的辦事處 對啊 什麼國外什麼泰國在台辦事處 對 日本在台辦事處 這辦事處啊 像不是那個台灣那邊 在台日本那個 日台交流協會 我後來才發現 它是泰國耶 對 它是泰國單位耶 沒錯 它是泰國單位 它外交官泰國派人 他們會講 Sawaddi Ka 又會講 Yu 我以為是接到電話 我自己也少掉 我好像按錯鈔 然後他播到 泰國 泰國去 接起來就是 Sawaddi Ka 就類似那種泰國 蛤 什麼 所以會有這些單位 第一個 通家單位 公職 第二個是住外單位 住外單位 第三個是 海外的 台灣的辦事處 會有這三種 第一個我們先來看看 外交官的條件是什麼 看看 多可怕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要什麼資格 第一個要年齡資格 年齡資格 45歲以上就別想了 然後再來是什麼 大學以上學歷 大學以上學歷 英文成B要什麼 要這個 是說什麼 B2等級 B2等級 B1等級 B2等級 大概是什麼 如果是日文的話 N2嗎 大概N3 N4 N3 怎麼這麼少 我也這麼覺得 我看完那個什麼 歐洲量表 他有一個量表 就是每個語言檢定 他會說幾分幾分 等於看那個什麼幾 其實都不低 不高就是 然後呢 重點都不是這個 因為基本上 你只要大學畢業 都可以考這個 重點來了 重點是什麼呢 對他的名額很少 我們來看看 名額很少是這個外交官 如果有小朋友要去考外交官 先打死 你在考領務人員 領務人員 先打死 領務人員 那海關蓋儀長 我朋友好幾個做那個 蓋儀長 然後是領務人員 外交官是外交官 不一樣 不一樣 領事人員跟領務人員 你一定要分清楚 一個是外交官 一個是移民署的人 嗯 好不一樣 我們看看日文組 我們只看日文組 日文組 106年錄取幾個 3個 107年 2個 我們看一下110年 2個 去年幾個 2個 這個總共有幾年 1、2、3、4、5 5年 總共有5年喔 從去年前年這樣子 5年下來總共有幾個 15個 15個我怎麼買的 好瘦喔 好瘦喔 我的天啊 會不會很難考啊 你看你看下面泰國 泰國的還沒開耶 都沒開啊 還沒開 你看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也二文組 像我本身會講俄羅斯文啊 年數兩年沒開耶 我的天 有開也是那麼一個 1個、2個 非常困喔 真的 非常困啊 所以外交官大家深思熟慮 沒錯 深思熟慮 第二個單位是什麼單位 這個住外單位 住外單位 有什麼東京什麼 經濟辦事處啊 大阪經濟辦事處 我們看看 辦事處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念念這是什麼 這個台北住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在日本上班的 沒錯 第一個第一個他要幾個人 這個正式採用一名 預備採用兩名 好然後這個義務之格 第一個要什麼 有日本籍跟什麼 這個中華民國國籍 台灣籍或日本籍 然後又要什麼 長期居留 沒錯 PASS什麼學歷呢 那個專門學校畢業以上 你不用大學畢業也可以 哈哈哈 你不要呀 反正日文他也沒有在講說 他要什麼什麼 他就是什麼 能溝通就可以了 過去沒有不良紀錄 有不良紀錄你也可以PASS掉了 對 比如說什麼什麼東西 偷東西 偷東西 然後酒駕 酒駕 然後這種危險性 我們不允許 沒錯 再來就是採用方式 那個書類審查 再來就是 頭頭領利 交文件 其實就是頭頭領利 然後食物系列是什麼 就是這個 KURAMU 客服對應 就是客服對應 客服 所以這是一個客服護照掉了 嗯 然後你不能回答他 我什麼事 哈哈哈 你一定要跟他講是不是 然後他在那邊很緊急 對 我們在國外都有處理過啦 沒錯 好可怕 然後再來是什麼 電話對應 好像就是打了電話 對 這個有一點 我要怎麼講 有一點不太好的原因 你知道是什麼嗎 嗯 就是他這一些啊 面試啊 嗯 是占了大概 七成左右的分數 哈哈哈 書類神啊 只是教教 那個面試30% 對 食物經驗 因為他們有口試啊 他就是一些對應的東西 對 然後30% 所以那個東西你懂得 嗯 是什麼感覺 我沒有說他啊 我只是說有可能 如果面試比較高 就是有什麼樣的感覺 有喜好的問題 啊 長相問題 對對對 可能八字啊 他可能要對一下八字 沒有啦我亂講 呵 然後再來 薪稅 好就是跟那個 那個叫什麼 值等是一樣的 就是那個公務人員發薪 他是有等級在發薪的 嗯 好固定薪水 對 然後呢 履歷書啊 護照什麼的 好 試用期間三個月到六個月 嗯 這是比較日式啊 嗯 一年間契約 所以這是什麼 契約雇用 契約雇用 好 所以是不是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嗯 因為他只有面試而已 對 大部分就面試 然後又談一下 如果護照不見就能輪走流程 嗯 這 這個好像就簡單了一點嘛 對啊 可以跟他用外交官員 呵呵呵 那這樣可怕 因為他只要專門學校幣 可是他有可能是跟外交官員一起相關 哦 啊不是那是什麼樣的 第三個 好 就這個就相對 如果你對於這種 嗯 公務機關比較有興趣 嗯 女人又在日本 不妨可以去查查看這一些 嗯 第三個 嗯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公家機關 也就是政府單位 嗯 一個公職人員 第二個是住外單位 住外單位 台灣的住外單位 第三個是 住內單位 對 就國外的單位 嗯 在台灣的 嗯 有什麼辦事處之類的 對 我們來看看喔 這個是日台交流協會 交流協會 對交流協會要辦事處喔 事務員 事務員 事務員募集結束 這去年喔 去年的 相信我這個也是 一年開沒幾個學 對 我記得好像那個台灣 辦事處好像七八個人就什麼 然後七個七個 你怎麼知道七個 我剛好查過 呵呵呵呵呵呵呵 只有七個人啊 七個人有沒有啊 然後其中一個還是大使 沒錯 我們來看看這個事務員 嗯 幾目印 幾目印 幾目印要什麼 大學以上 第一個大學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要N1 N1或同等能力 我用翻譯 什麼叫同等能力 其實它是針對有一些是混血鬼 嗯 對 所以它沒有人會去考 對 就台灣其實還滿多這種 嗯 就每天辦的時候辦完之後 同學不是交護照 對啊 拿日本護照來 對 咦 我心裡就問號 那種問號耶 就想你 咦 那你為什麼要去語言語教 對啊 那你什麼要辦 你不用辦喔 根本全家都有那種邏輯 可是他們都不會講這種 這是有可能的 它可能是 以前 在台灣很久了 也不是 就是它可能是從小 他們全家都住外單位 外派過去的 對 然後有 因為出生 然後剛好父母有那個邏輯 但不是日本人 嗯 那他們有這個國籍 有那個長居 長居啊什麼的 反正有國籍我也是嚇人跳 第三個 這個英文的繪畫 欸這個不自由 洗在什麼意思 就是 日常繪畫不卡卡 這意思就是要溝通嘛 溝通順暢 然後再來是電腦啦 Office 這個比較日常 好啦那是什麼 Ella Store Ella Store Ella耶 要會編圖 會圖 Ella會排版喔 還要會剪片 你會排版嗎 會 你有大學畢業嗎 有 你有N1嗎 有 你有英文繪畫嗎 一點點 Good morning 有沒有 會電腦嗎 會 會這個Ella嗎 會 我們會很多 沒錯 然後 還會什麼 動畫編輯 你會編輯嗎 會 然後台灣有 你有救勞資格嗎 有 有我們合法 也可以運用這個 怎麼樣 感覺好低喔 他唯一比較難就訂 我覺得日文真的不滿 真的 我覺得 訂個單 9點換酒 好少喔 好爛喔 為什麼動畫編輯 小點換酒 對啊 我們這個都不值喔 這個薪水 打妹 打妹 加油喔 我們學會 給高片 學會你要加油 真的 我們要優秀人才 沒錯 這種工作你會想要去嗎 不看薪水的話 看薪水大家都傷心啦 不看薪水的話 不看薪水喔 嗯 我覺得交友協會上班還不錯 真的嗎 怎麼說呢 感覺很光鮮良力 真的嗎 你又說沒有 叫薪水上班 你這浮潛 哈哈 浮潛 對 我真的覺得 薪水 薪水有點低喔 這就至少也要個三四萬 但是你看 變成 你已經是我們本事務所的 簽證女王 簽證女王 你可以去那邊當簽證女王 可以喔 所以這一些 如果你有興趣 在這些上班 嗯 你可以試著投入裡頭 沒錯 不是非常好啊 就是給大家一些建議 嗯 好啦 我們今天講的主題是 今天講的主題是 日本留學如何當外交官 就是如何成為外交官 好啦 每次結束我們都要跟大家說什麼 請大家訂閱按讚小鈴鐺 訂閱按讚小鈴鐺 就要跟大家說什麼 大家掰掰 這禮拜二喔 掰掰